交通法规定车辆在高速上要各行其道 否则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而接下来的这辆大火车却一直行驶在超车道上 问其原因时驾驶员说超车道路况好 您看这辆大火车始终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小客车道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车道上 而交通法规定车辆在高速上要各行其道 大火车应该行驶在规定的车道内 超车时可借用小客车道 但不能长期占用超车道 交警随后在收费站蓝停的这辆货车 问其为何长期占用超车道 货车驾驶员的回答还真是任性 任性可没啥好结果 交警对货车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按照法规计三分罚款200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